昆达与秀杰凯 欧帝小鬼黄红生四人感情相当好 其中秀杰凯与欧帝都是人父 昆达日前受访时谈到自己与欧帝的女儿久久相处得很好 但却对布布没办法 昆达说布布看到小鬼的时候会大哭 看到自己也会哭 所以为了避免布布大哭 现在他的诀窍就是跟布布见面时把彼此当空气 假装看不到 因为布布即使被要求要向他打招呼 他也不理 就直接默默飘走 但昆达也发现等大人在聊天时 布布也会主动坐到他的身边 只能说小朋友的心思真的太古灵精怪了 似乎没有个逻辑啊